接下来请收看爱顾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山猫和守灵人 在一棵大树下面有一公一母两只飘子 它们正在安详地吃着脚边的草 这时候一只山猫出现在那两只飘子的身旁 它一眼锁定了那只母飘子 然后兴猛地从树上跳了下去 一下子将那只母飘子暗倒在地 母飘子因为过度惊吓而失去生命 那只公飘子健壮后大惊 它突然大叫一声后便急忙朝森林深处逃去 好大的一只山猫啊 没打中 让它给跑了 不错 看来今天的运气可真好 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一张现成的毛皮 兽灵人将剥下的这一张兽皮收好后便开始返家 然而当它没走多远 却看到在一棵树根上坐着一只小山猫 小家伙 你在等你妈妈吗 真是对不起 它跑掉了 简直跟小猫一模一样 你这么小 如何能在这森林里活下去啊 这样吧 你跟我回家好不好啊 哈哈哈哈 老伙计 我回来了 而且还给你带回来了一个新伙伴 老伙计 不许动他哦 以后这只小山猫 要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你可得好好和他相处 不能欺负他 小家伙你看 他要和你做朋友呢 你放心好了 他不会伤害你的 哈哈哈哈 真可爱 就这样 小山猫和守灵人 以及那只猎犬 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尤其是那只猎犬 特别关爱这个新来的小家伙 让他在自己胸口睡觉 让他和自己在同一个盘子里进食 哎 小家伙 停下 不能再追了 不然那些鸡 会受到惊吓的 过来 过来 乖乖的趴在我身边 老哥 你竟然把山猫 当成猎犬一样训练啊 是啊 我可是第一次看到 这么听话懂事的山猫 哈哈 这个小家伙啊 每天都和我的猎犬在一起生活 所以他和猎犬的习惯都学了起来 他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替代猎犬了 这样也好 你的猎犬已经老了 有这只山猫陪你上山打猎 肯定能守不少事 啊 的确如此 这个小家伙 可是很厉害的呢 哈哈 哎 小家伙 拿出你的本领来 让大家看看 抓住他 哇 他可真是厉害啊 好敏捷的身手啊 真是不简单 怎么样 他厉害吧 好了 小家伙 把这只小鸟放掉吧 真不可思议 他竟然真的能听懂你的每一句话呀 是啊 他聪明着呢 而且还特别听话 不管我让他做什么 他都会非常圆满的完成 真是太神奇了 这只山猫要是卖到动物园或马戏团 那一定能赚不少钱啊 哎 你说什么呢 他是我的家人 我怎么能卖掉他呢 转眼间 小山猫长大了 站起来又高又壮 微风凛凛 他的名声 也像他的体型一样 越来越大 你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救命啊 救命啊 回来 小家伙 干嘛去吓唬客人啊 去 回屋子里去 你不要害怕 没有我的命令 他是不会伤害任何人的 他的样子看上去好凶啊 不过即使他这么凶 还是很听你的话 在你面前 他简直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猫一样 当然了 他可是从小被我养大的 所以非常听我的话的 是啊 也正因为这样 他才不像野生的山猫那样难以驯服 老伯 你的这只山猫真是太棒了 你愿意卖给我吗 啊 他不是用来买钱的 老伯 我是受了一家动物园的委托来买他的 价钱好商量 五千元怎么样 你走吧 我不欢迎你来 这样说来 你是不卖了 不卖 在我看来他是我的朋友 我的孩子 不是野兽 我怎么能卖掉自己的朋友和孩子呀 老伯 你身上的这个马甲不错啊 是飘子的毛皮做成的吧 是啊 你的眼力还真好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还是一只母飘子的毛皮 啊 你说的没错 这的确是一只母飘子的毛皮 作为守灵人 你不会不知道我们这里的法律规定吧 母飘子可是受保护的 谁打死了飘子可是要罚一大笔钱的 而且还要坐牢 最重要的是 你守灵员的工作也就别想做了 啊 这只母飘子不是我打死的 它是被杀猫吓死的 谁打死母飘子都不会承认是自己开的枪 老伯 你觉得你的这个理由谁会相信呢 早知道会这样 当初真不该取下这张毛皮 好了老伯 我也不想为难你 这样吧 你将杀猫卖给我 关于你这张母飘子毛皮 我就当做不知道 嗯 我是不会卖它的 只要你答应能好好带它 我可以让它跟你走 你放心好了 它那么懂事 我们都很喜欢它的 我把动物园的地址给你 你想它的时候 还可以去看看它 好吧 你把笼子拿来吧 好的 小家伙 过来一下 小家伙 进去吧 山猫就这样被带走了 伤心不已的守灵人 将那件母飘子皮 做成的马甲 扔进了火堆里 烧了 转眼间 几个月过去了 守灵人 对山猫的思念 越来越浓厚 哎 不知道小家伙 在动物园里 过得怎么样 我想 我该去看看它了 老哥 你真的要去动物园 看望你的山猫吗 是啊 我想看看它现在 生活得怎么样了 老哥 我劝你还是不要去的好 哦 为什么呀 我怕你去看了以后 会伤心的 要知道动物园 对待山猫 绝不会像你 对待它那样好 那我更要去看看了 它答应过我的 一定会对小家伙好的 这只山猫 好懒啊 一直趴在那里 也不动 是啊 喂 大山猫 起来跑两圈啊 这只山猫 来我们这里那么久了 怎么还没适应啊 自从来了这里 它吃的东西就很少 才几个月 你看它都瘦成什么样了 没事的 再过一段时间 它把守灵人忘掉 就会正常饮食 恢复健康的样子的 终于找到你了 小家伙 小家伙 我在这里 老伯 你要干什么 不要过去危险啊 是啊 是啊老伯 小心啊 小家伙 我来看你了 老伯 不要那样做 山猫会咬伤你的 快通知动物园的管理员 老伯这样做 太危险了 你还认得我吗 小家伙 你还记得我呀 你看啊 这位老伯真是了不起啊 听说 这只山猫 原本是一位守灵人养大的 那位守灵人 应该就是这位老伯吧 你看它 简直就像一只大猫似的 好经历跟老伯在互动 经过了这些时间 竟然还认得主人 真是不简单的 快离开那里 听着 马上到栏杆外面 你不是答应我 要好好照顾它吗 你看它 都瘦成什么样了 是它自己不愿意吃东西 就怪不得我 快把它拉走 快离开这里 快离开这里 当天晚上 这只山猫 像是发了风似的 不停地撞着笼子 最后也不知道山猫 是用什么方式 从笼子逃了出来 刚刚从动物园得到的消息 一只山猫从笼子里逃脱 工作人员到目前为止 还在寻找中 若有发现的朋友 请尽快通知动物园管理员 来处理 是我的小家伙 它逃跑出来了 是谁 是谁在弄门 是小家伙 它回来了 小家伙 果然是你 小家伙 对不起 我不该把你送到动物园去的 对 我不应该哭 你回家了 这个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小家伙 我发誓 以后 我再也不会 和你分开了 谁会不爱自己的孩子 我的事情 我自己做主 不要你管 阿刚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 如果你真的是为我好 那就应该 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作为一名动物摄影师的阿刚 最大的梦想 就是去非洲草原 拍摄纯生态的野生动物 不过 她的母亲 却极力反对 自己唯一的儿子 去做那么危险的事情 现在 我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 去非洲大草原的机会 可是我母亲 那个老顽固 说什么也不让我去 阿刚 你父亲去世的早 你母亲救你这么一个儿子 他不希望你去非洲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你现在 不要这么生气的 是啊 阿刚 去非洲拍摄野生动物 可是非常危险的 你还是不要去的好 你不是也去过非洲吗 既然那里很危险 你为什么也要去呢 没错 我是去过 不过当时 我的父母 也是非常反对我去那里 现在我明白了 他们是因为爱我 关心我才会阻止我的 每一位做父母的 都深爱着自己的孩子 没有错 做父母的 都是深爱着自己孩子的 阿刚 你要理解你的母亲 我可以感觉出 我母亲这是对我好 但是 她完全将自己的想法 强加在我身上 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阿刚 我过去和你的想法一样 直到我在非洲 看到了那头 非洲狮妈妈后 便一下子理解了 自己的父母 于是我毅然地回国 回到了父母身边 非洲狮妈妈 那是怎么回事 我也从来没听你说过 这件事情 当初你突然从非洲回来 让我们都感到非常奇怪 因为去非洲拍摄动物 是你一直的梦想 可是你去后没多久 便回来了 我们还以为 是你在那里 遇到了什么挫折了呢 对呀 你快给我们说说 那头改变你想法的 非洲狮的故事吧 嗯 我去到非洲后 便找了一位当地人 做向导 进入了大草原深处 很幸运 我们发现了一个狮群 拍摄狮群的生活 虽然很危险 但却又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太棒了 真是太棒了 能够拍摄到 百兽之王狮子的照片 一直是我的梦想 不过我们距离它们太远了 朋友 我们能再靠近一点吗 不行不行 那样做太危险了 要知道 如果被狮群攻击的话 我们即便是在车里 也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只是在靠近 它们几十公尺而已 我愿意多给你一些钱 这样总可以了吧 不行 这不是钱的问题 我答应过我的妈妈 一定要和狮群 保持一定的距离 否则 我妈妈会担心我的 哦 你不是说 你的妈妈 已经去世了吗 既然已经去世了 那她怎么还会担心你呢 世上 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母亲呢 我妈妈在世的时候 就担心 我从事这种工作会出意外 所以 我向她保证我 绝对会和狮群 保持最安全的距离 现在 我妈妈虽然不在了 但是我也不希望 她在天上替我担心呢 世上的母亲 都是爱自己的孩子吗 当然了 不止我们人类 就连动物也是如此 狮子 狮子虽然凶猛 可是他们对自己的孩子 也是非常宠爱的呢 说着 她朝狮群看去 狮子群里 一只小狮子 正调皮的 在趴在地上打盹的狮子妈妈身边 跑来跳去 狮子妈妈被她吵醒后 只轻轻地伸出爪子 拍了拍她的小脑袋 你看到了吗 即便如此 她的母亲 也丝毫没有责怪她的意思 嗯 我的拍摄重点 就是这对狮子母子了 我相信 它们一定会成为焦点的 从那天起 我便开始观察那对狮子母子 那只小狮子非常调皮 不是在妈妈睡觉的时候 窜到身上 将其闹醒 就是啃咬着妈妈的尾巴 不过她妈妈却很少发火 只有她要靠近草原边上的悬崖时 才会生气 哎呀 你看 那只小狮子 竟然又要往断崖边那里跑 这个家伙真是太不听话了 如果她真的掉进悬崖 那可能会受到极大的伤势的 你要去哪里 哎呀 妈妈 你睡醒了 我不是告诉过你 不准跑到那边玩吗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快给我回去 我就只是想在这里玩玩 我不会跑到你说的悬崖那里的 真的妈妈 我不会去悬崖那里的 那也不行 你知道那里有多危险 要是再让我看到你去那里 我就要好好地处罚你的 哦 哎呀 这个小家伙还在生气呢 她的母亲可都是为了她好呀 那只小狮子一直感觉 她的母亲过多地限制她的自由 所以一有机会 她总是想跑去断崖那里 好机会 现在妈妈不在这里 我正好去那边看看 看看那里究竟有什么可怕的 哎呀 不好 我停不下来了 啊 妈妈妈妈 快来救我 怎么回事啊 这个家伙真是太不听话了 他竟然真的不听他妈妈的话 跑到那里去了 现在可好 掉下去了 这下要怎么办啊 可不是吗 小狮子一直以为她妈妈在限制她的自由 现在她应该知道了 她的妈妈以前那是因为爱她才那样做的 我们过去救救那只小狮子吧 不行 我们不能过去 那样做太危险了 难道我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那只小狮子死掉吗 你放心好了 她妈妈一定会救她的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 母亲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 当看到自己的孩子遇到危险 做母亲的会不顾一切地去救她的 小狮子掉落的地方那么陡峭 母狮子如何能将她救上来呢 妈妈妈妈 你快来救救我 怎么办啊 她那个位置 我根本没有办法下去救她 不要着急 我们一起想办法 对 我们可以一个拉一个将你放下去 这样 你就可以下去将她拉上来了 对啊 你这个主意很不错 就这样 狮子们一个接一个 将狮子妈妈慢慢地送到了悬崖下面的平台那里 妈妈 对不起 你是不是生气了 知道错了就好 妈妈是不会生你的气的 我以为 狮子妈妈会狠狠地教训小狮子一顿 没想到她竟然会这样 狮子妈妈为什么要教训她呀 因为她妈妈一直不让她靠近那里 可是她总是听不进去 所以今天才会这样 妈妈都是爱自己孩子的 不管孩子做错了什么 妈妈都会原谅自己孩子的 嗯 你说的有道理的 经历了那件事情后 我便毅然决然地回国 回到了妈妈身边 我以为 我妈妈会因为我当初的不辞而别而生气呢 结果等我回到家后 却发现我的妈妈并没有生气 母亲都是爱自己孩子的 嗯 怎么搞的 那几只小鸡 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怎么 这几只小鸡不是你们养的 当然不是我们养的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总喜欢跑到这里玩 孩子们 我不是和你们说过好多次了 不要跑到人家院子里玩嘛 哎呀 妈妈又找来了 我还没玩够呢 不要管妈妈 反正她也钻不过来 不如我们玩痛快乐 再回去好了 嗯 我们不理她 孩子们 你们没听到我的话吗 快回到妈妈身边来 这些小鸡也太调皮了 他们的妈妈那样叫他们 他们怎么也不快点回去啊 你的母亲 不是也一直在让你回到她身边吗 可是你做到了吗 啊 哎呀 变天了 快要下雨了 天好大了 对呀 我们快跑回去找妈妈 糟糕 雨好大 我的小孩还在里面 我要快找找哪里有洞 可以进去 那边有个洞 孩子们 快来我身边 妈妈 妈妈 没事了 妈妈会保护你们的 别担心 你说的没错 做母亲的 都是爱自己孩子的 哪怕孩子 曾经让她生气 伤心 我想明白了 我要回到我的母亲身边 嗯 阿刚 你回来了 快来吃饭 我一直等着你呢 妈妈 对不起 我不该惹你生气 我不会再让你 为我担心了 嗯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我们最近成立了台湾燃灯功德会 顾名思义 燃灯就是点灯 点什么灯 菩提心灯 菩提心以大慈悲为由 以大愿为助 以大智慧为光 所以透过燃灯功德会 我们去护持全世界的出家人 我们帮助那些贫穷的 甚至每个月 好几次做便当 素食的送到他们家 再给他们佛法 透过燃灯功德会 很多人了解了点灯的殊胜的意义 而把点灯变成一种慈悲的生活 去护持三宝 去利益更多的友情 去广结善缘 愿大家多关心燃灯功德会 阿弥陀佛 点一盏新灯 照亮自己 也照亮世界 护持照号 5032-3858 5032-3858 护民 台湾燃灯功德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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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请收看